著名的羅東夜市是全國十大觀光夜市 也是東台灣最知名的夜市之一 2021年羅東正公所在羅東夜市包圍的中山公園前方 樹立了入口意象 於羅東正民生路 民權路口側 各設置夜市地標 希望大家來到羅東夜市 地標吃好吃的麵包 買好玩的麵包以後 能夠看到美的風景以後 在這個圖層下面都能夠照相 歡迎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夠享受羅東的繁華 羅東的美 羅東的熱鬧 羅東鎮長吳秋林表示 疫情過後許多民眾留在台灣消費 夜市成為宿命旅遊重要的據點 為提升羅東夜市能見度 提供夜市遊客拍照打卡 特別以入口意象 藝術裝置 讓遊客在進入夜市場域時 對羅東夜市有更高的辨識度 羅東面積很小 但是對專性來說很出名 就是這頂端有我們說的照顧 夜市家床帽都做通宜鎮 人家就說在美觀 肚子和圍山不要跳過 這麼經濟 這就是頂端對夜市的照顧 從羅東的夜市 怎麼專性也在10年以來 做這入口意象之後 讓我們結一個很好的打卡的地點 羅東夜市 近年來 久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生意比較不好 但是我們一年裡面 我們都一直在努力 在替我們夜市做很多建設 也儲備很多我們的準備的空間 讓我們夜市又有可能 又更大 或是發電 依據羅東政公所觀察 遊客來到羅東夜市 看到觀光夜市整體形象改變 能為店家 攤商帶來更多商機 同時帶動周邊風景區的 觀光人潮和錢潮 我們也獲得了這個全國的環保夜市的特優 所以所有的夜市的這個業者 很努力的配合我們的這個環保的政策 把這個環保的工作做得最好 所以在這邊感謝大家 羅東夜市形象改造設計的理念是 讓老董來帶路 當中猴子成為羅東小鎮 最懂得吃與玩的向導 將美食流行百貨的剪影 設計在金屬版切割的視覺中 白天黑夜都相當顯眼 也將充滿人情味的夜市 呈現給鄉親和旅人 成為小鎮美麗的風景打卡熱點 羅東夜市入口一向戰 歡迎大家來羅東夜 敷衡 請回應 感谢观看